打鼓节目 在开报纸 我们常常会看到绑架乐俗的新闻 我们也看到有的人被殴打 凌辱 有的人被杀害 有的人呢被分尸之后 弃之荒野 那么这些人大都是好人 也没有做过什么最大恶极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么为什么好人 就会遭到这么可怕的恶报呢 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从现在这一生来讲 好人遇到恶报 这是非常不能够接受的 心中也没有办法平衡的 但是从夫学的 夫法的观点呢 看人的生死 不是一生 看人的生命 是无穷的 过去有无量生 无量死 也可以讲 就是一世又一世啊 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已经一生又一生地过来的 而我们这一个阶段呢 仅仅只有几十年的时间 在整个的生命的过程中 是一个非常短的一点而已 不是整个生命的全部啊 所以从一点要看全体 没有办法 说得清楚 而所谓因果啊 是从过去无量事 一直到现在 未来还有无量事 还要继续下去 可是我们因为在这一生之中啊 没有办法了解在过去世究竟做了什么 为什么现在这一生呢 好人反而不得好报 恶人往往还能够逍遥法外 有的人呢 大家认为他是恶人 结果他也是被冤枉的 不是真正的恶人 有的呢 的确是做了坏事 但是呢 这一种人做坏事啊 不是他自己啊 要变成这样子的 也是受了环境的影响 受了他人的诱惑 而变成了坏人 所以是呢 人呢 很难从这一生之中 就能够把说因果 能够摆平衡的 那么至于说我们看到 有许多的犯罪的案件 当然在我们台湾呢 犯罪的案件 大概多数能够破案的 但也有啊 永远没有办法破案的 在美国 像干代的总统啊 被刺 到现在也没有破案了 在我们台湾 高雄县的余登法 过世了 这怎么死的 现在也没有破案了 像雷似的呀 没有办法破案的 案子还是很多的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好像是说 不叫讲因果 好像没有因果了 不是这样子讲 我们要知道 第一 生命的过程 这一生仅仅是啊 许多许多生 无量生之中的一生而已 过去的到现在 现在的还到过去 到未来去 所以 不知道为什么 有这样的坏事 发生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追究过去 在什么时候做了坏事 那就这样子说吧 这就是因果 还有因果是这样子的 许多许多的因 累积成为一个国 本来并没有杀人 结果是被杀了 这是累积了许多许多的 这个毅力啊 恶意啊 把它继承为同一个时间来受报 那就可能被杀 那在过去你查不出 他是有杀过人的记录啊 但是呢 这一次是被杀了 这个不一定说是 因为他没有杀人 现在就不应该被杀 这是做了许多许多的 一样一样的恶事啊 把它累积起来 算账一期算 就这样子 那么也有的呢 做了恶事啊 过去做了许多的恶事 渐渐渐渐的啊 一样一样的 来 抵消的 所以是 这样子的人 会不会感觉到受恶报呢 不容易感觉到 因为 做了坏事 结果受恶报的时候 是一点一点的受的 临心的来分的受的 所以啊 又感觉不到自己受了什么大的恶报 因果啊 有的是 现在是果 有的现在根本就是开始这个因 并没有欠人家 人家 害了你 我们 并没有 害人 结果人家害我们 有这样的事吗 有啊 我们现在 常常有人说 我是被他害了的 我是被某人害了的 我是被拖下水的 但是子鸡并没有害人呢 子鸡已经被害 这个是因 那害你的人呢 以后会怎么样 他子鸡会有果报 所以倒过来想 不要想到 说我过去一定是受了他的 一定是啊 害了他 所以他来害我 那 已经呢 发生了的事 不要渊源相报了 能够处理的 怎么处理就处理了 照发令来处理 就是发令来处理了 子鸡再难过 也是没有用 那样子呢 对子鸡 我们现在的身心呢 是有帮助的 对我们未来呢 是有帮助的 你用因果的观念呢 就是过去的因 或者是 现在就是因 用这种观念 来解释 那 对我们来讲 应该 是啊 比较啊 能够是我们心安的 有人说出家人离开了家庭 离开了父母 亲友 所以呢 不需要有感情 又有人说 出家人不结婚 也没有儿女 所以不懂 什么是感情 出家人真的不懂感情 也没有感情生活吗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在夫俗的名词里面称众生 叫做友情 所谓友情 就是有感情 感情里边呢 分成很多转类 对啊 有的是亲战 有的是亲战 那我们出家人 难道就是没有亲战吗 出家人也有父母吗 友情 就是朋友的感情 难道我们出家人就没有朋友吗 有啊 男女之间的爱情 那倒是出家人没有的 另外呢 出家人更有进一步的 叫做道情 周围听过没有这个名词啊 就是为道德的道 修道的道 修道人 和修道人之间的感情 叫做道情 一种叫做修情 一种呢 叫做道情 这个修情呢 都是啊 人与人之间呢 牵牵挂挂 而 纠缠不清 这个叫做修情 道情呢 彼此会想照顾 关怀 而 没有啊 纠缠不清 该怎么照顾就怎么照顾 该怎么关怀就要怎么关怀 像我们 现在我们的发股山呢 非常重视关怀 我们用关怀 来达成了 教育的目的 以教育 来 成长 成长 大家做关怀的工作 对呀 品质 和能力 这都是不是感情吗 人与人之间 人和其他的众生之间呢 都有感情 没有感情呢 这就不算是人了 不过呢 菩萨的名字 所以菩萨 凡文叫做菩提 撒多 菩提的意思是觉 是觉悟的觉 觉醒的觉 而 撒多的意思就是情 就是什么情呢 有情终生 菩萨呢 就是啊 已经觉悟了的 有情众生 同时 也帮助有情众生呢 从烦恼 痛苦 纠缠不清的 苦海之中啊 觉悟过来 觉醒过来 这个叫做菩萨了 因此 因此整个的副教来讲啊 就是啊 从情变成绝有情 一般的人 就是在情里边 感情里边 打滚 而不能够啊 自己 来 帮助自己 解决困难 解决啊 烦恼 而菩萨呢 自己能够解决烦恼呢 也能够帮助他人 来解除痛苦 所以呢 这叫最有情 佛呢 佛本身呢 说明有没有情感呢 有 佛的情感叫做慈悲 是无限的情感 爱一起众生 那么爱一起众生 自己的儿女要不要爱呢 自己的配偶要不要爱呢 自己的父母要不要爱呢 自己的朋友要不要爱呢 当然 慈悲 虽然呢 是没有啊 特定的 说不爱的人 但是呢 也 一定有啊 他的啊 倾诉 远近 先后的 先激进他的人 是有缘的人 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 成佛以后啊 他首先想到的 要度的是什么人 是帮助他最多的人 他也先度他 那 就是啊 吸助他 这个 修道的 那个五个 水虫 然后他又 要度的谁呢 度他的母亲 这个时候 他的母亲已经呢 在天上 甚至逃离天 他要到逃离天去 度母亲 然后度谁呢 他要度他的啊 苏家的父亲 苏家的太太 苏家的姨母 苏家的孩子 他又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啊 再去度他们的人 他是探亲 探亲的时候呢 用佛的正法 来啊 帮助他们 所以这些 多是啊 是感情哦 那像我这样子的人 有没有感情呢 有 当然有感情 我到现在为止 我对我的亲人 还在照顾的 对我的弟子们 我也告诉他们 自己的父母 还是要照顾哦 出了家以后 如果父母不照顾了 不行 如果是你自己生的孩子 你现在出来家了 那还是要照顾他 所以 这是啊 清净的感情 叫做慈悲 慈悲 就是呢 感情的升华 而且容颁了感情的 成分在里头呢 这是慈悲 阿弥陀佛 那么在佛教里面呢 经常会使用莲花 来作为比喻 特别是介绍西方 弥陀世界的时候 用的最多 比如说是 莲池海会 观音试制 坐莲台 九品莲花为父母 以及九品联邦 等等 甚至呢 经典也有以莲花 来命名的 像是 妙法莲花经 那么为什么 佛教会用莲花 来作为象征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 为我们开始 莲花 对于 印度来讲 是非常 圣迹 清高 的一种 象征 不仅仅仅是 佛教师 用莲花 其他的 印度教 他们也用 莲花 莲花 剩在什么地方呢 剩在 泥里边 而且是污泥里边 莲花 从污泥里边 出水 出土之后 他的花上 是不会 带着污泥 出土的 莲花出土以后 是从水里边 上升了 到了水面上 一定是到水面上来 他水底下 是不会开的 到了水面上 开开开以后 莲花 生于泥 而不染泥 莲花 出于水 而不沾水 水在莲花上面 会滑掉的 莲花自己本身 是不会吸水的 莲花 有很多种好处 它的根呢 叫做藕 是能够吃的 是一种食物 那个井呢 和叶啊 可以啊 当成 药 当成药来用 可以把它当成呢 当成一种 包装的 纸张来用 古代没有纸 就用 那个莲花的 一直合一 而莲花 开了以后呢 就是泄了 它有一个什么 莲蓬 在莲蓬里边 长的什么 莲子 莲子呢 又可以吃 就是 莲子拿掉了以后 这个莲蓬有没有用 有用 莲蓬也可以作为什么 药 来用 所以这个莲花呀 从根到任何一个部分 全体都是对人呢 有用 有意 但是呢 附近里边把这个莲花 形容成什么 形容成为呀 清净无染 而有啊 非常大的功能 对谁 对人有用 莲花的香味 是非常的轻咬的 高贵的 不是呢 那个 那么足气的 莲花的颜色 也是非常的呀 清明的 或美丽的 它那个美呀 美的不是让你呀 感觉到 心里会动心的 而让你的心 看了莲花以后 感觉到心里很安静 有一种安定感 因此呢 把清净 庄严的 智慧 或者是智者 有智慧的人 就像 就是一朵莲花出水 的人 但是在《维墓经》里边呢 有这么一个比喻 所以莲花只有生长在 污泥的里边 而在高原的 陆地啊 是长不出啊 莲花的 比喻什么 说比一尊佛要成佛啊 或者是我们众生 从凡夫要成佛啊 一定还是要在 凡夫的群众之中 修菩萨道 跟凡夫生活在一起 跟凡夫的环境呢 不能够逃避 要跟凡夫在一起 这样子做什么 等于是说 莲花是在哪里 是在污泥里边 能够在污泥里边 才能够长出莲花来 长出藕来 也就是说 菩萨 莲花度众生 佛度众生 才能够使得自己成就 慈悲和智慧的功德 这个就是莲花的比喻 最具体的一个经典的事实 另外呢 佛叫做莲花化身 或者是菩萨 叫做莲花化身 所以他没有啊烦恼 没有啊贪心 没有称心 对于人间呢 最有付出 最有贡献 没有想要从人间呢 要占有什么 获得什么 而这是呢 提供啊 所有的一切给众生 所以呢 形容他成为莲花的化身 莲花化身 是从莲花之中啊 化现出来的一个身体 实际上是象征着 这个身体相当于什么 莲花 他自己做的地方 就叫做莲座 自己在任何一个地方 生活的叫做莲池 那他自己的感觉 虽然呢 是跟众生在一起 但是自己是坐在莲台上 自己是坐在莲池里边 虽然许多的地方 许多的人还是众生 可是呢 他自己是在莲池里边的 再就是莲花的比喻 那我们普通的人呢 也可以想象 练习 说菩萨的伟大 是这个样 我们是不是 也可以模仿一下 揣摩一下 自己也是莲花化身 可以啊 那你就少一点烦恼 多一点智慧 多一些慈悲 多奉献 而呢 少去啊 反爱他人 那这是莲花化身 阿弥陀佛 向前面